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这么十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一条新闻呢,是关于特朗普 特朗普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圣诞之词 在这个之词里面呢,他称啊 美国正从内部死亡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接下来写道 说在这个非常寒冷,但是美丽的圣诞节 看看美国现在的南部边境 与不久前的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 犹如是一场恐怖秀 创记录数量的移民 以从未见过的速度涌入美国 其中许多是惯犯 美国正在从内部死亡 民主党那边呢,立刻就说呢 这是一种炒作 夸大其词,把移民当成了其子 那这个特朗普呢,确实他也是一个非常善于炒作的这么一个人 他执政的时候呢 曾经在推特上面呢,非常的火呀 他的粉丝呢,非常的多 每一天呢,他自己独唱的这个推文啊 还有转发的推文呢 经常是不计其数 这期间呢,步伐又被推特平台消音的时候 认为他说的话呀,或者他转发的呢 是没有根据的 不是事实的 属于造谣一类的 最后呢,因为虚假信息呢 甚至账号呢,就被关了 那么最近我们知道呢 美国的国会啊 这届国会在关闭国会之前 在这届国会下台之前 对于特朗普呢 做了一个非常狠的一个决定啊 就建议美国的司法部 对特朗普提起刑事诉讼啊 如果真的是提起刑事诉讼呢 特朗普将是在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投入监狱的前总统 不过呢,他现在已经是创造了几个第一个了 第一个呢,在任一届 就受到两次弹劾的总统 那么虽然说现在司法部也不一定会对他提起这个刑事诉讼 但是呢,他已经是在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国会建议提起刑事诉讼的前总统吧 那么这两天呢,国会还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呢,决定把特朗普这些年的这个税务记录呢 公布于众 因为他在前18年当中 有11年没有交税 特朗普这个人呢,确实是挺差劲的 作为一个总统呢,他挺差劲的 作为一个人呢,他都挺差劲的 就在疫情发生以来,他说了很多不理智的话 说了很多傻话 让中国人对美国的总统呢,都大跌眼镜 中国人普遍呢,会认为说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总统的话呢 他肯定是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 他的思想呢,肯定是超过平常人的 但是呢,特朗普让中国人重新刷新了这种认识 中国人觉得说美国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样的傻瓜都能够当总统啊 特朗普这个人呢,他的心地呢 我想应该是有问题的 他的心理应该是相当的阴暗呢 他容不得别人好 他在当总统之前啊 我就看他从40多岁开始吧 他对中国就是很有敌意的 他的立场呢,就是要压制中国的 不能让中国发展起来 那么他当了总统以后呢 到中国去访问 中国对他相当的友好 给他的规格呢,是相当高的 但是他那阴暗的心里啊 到最后还是占了上风 他看到中国那么高级的机场啊 那么高级的桥梁啊 那么好的世荣世贸啊 他就心生羡慕嫉妒恨 他认为这一切呢 都是偷的美国的 都是美国给予中国的 那么中国的所有的高科技的技术呢 都是偷的美国的 当发生了疫情以后呢 就是一个病毒呢 他就是中国制造的 然后还起各种的名字 甚至呢 在美国挑起了美国人对华人的仇恨 而且呢 他挑起了这个仇恨的后果 也非常的恶劣 美国对华人的那种刑事案件呀 大为增加 我呢 是比较相信呢 天道轮回的 我认为呢 这个人呀 你不可以作恶 我相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尤其是那个恶人 你对那些无辜的人 如果别人伤害你 你出于报复去反击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呢 还情有可原 但是呢 你对善良者 毫无理由的出于你自己的不可告人的阴暗的心理 对别人进行打击 这种呢 是要遭到天前的 那么特朗普现在的处境呢 说实在的 多多少少呢 我认为是对他的一种报应 好 这是第一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呢 也是跟这个特朗普有关的 今天呢 我看到环球时报 他转发了香港的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 亚洲周刊在12月25号发布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1400华裔学者 离美反华 寒蝉效应出美国记 那好多人可能知道哈 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呢 有一个故事叫 出埃及记 这里面的出美国记呢 很显然是延伸了那样的一个说法 这里面就说呢 据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报告 说美国呢 有1400名华裔科学家 离开美国返回中国 这都是因为美国司法部调查 造成的寒蝉效应 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甚至怀疑他们泄露国家机密 不少的华裔教授呢 被诬告起诉 报告显示说呢 2021年至少有1400名华裔科学家 离开美国科研机构 回到中国进行研究工作 最多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共有639人 生命科学家有478人 工程学和计算机的专家 有298人 我们就知道呢 中国这些年以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好多的学生呢 到美国去留学 那么有好多的学生 在美国留学之后呢 因为美国呢 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 甚至呢 它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所以有很多人呢 希望能够留下来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就是特朗普任总统的时候呢 推出来的一个叫中国行动计划 这个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认为中国的那些科技呢 都是偷的美国的技术 华为的技术呢 都是偷的美国的技术 在他的这种煽动之下 美国有好多人张嘴闭嘴的 就是说中国偷他们的技术 完全都不去想 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最典型的就是 大约在2018年 或者2019年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主持人 叫王欣好像是 他就和美国的福克斯电视台的 那个女主持人呢 他们俩进行了一场辩论 说是辩论呢 到最后其实我认为 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呢 一点斗志都没有 完全是对人家福克斯电视台的 那个女的呢 俯首称臣 觉得人家跟他辩论是给他脸 我当时也表达了这种不可理解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那个主持人呢 太过谦卑了吧 到底是谦卑呢 还是甜美 那么美国的那主持人都相当傲慢 张嘴闭嘴就是中国偷他的技术 我当时我就是说如果我和美国的那个女主持人 她叫Tracy啊 如果我和她面对面的话 我就会问她你凭什么这么说 是人云亦云吗 还是你有什么证据你给我拿出来 那么这都是拜特朗普所赐 今天我还看到呢 中国有一个自媒体 它好像是一个自媒体啊 叫补一刀 补一刀呢 还采访了中国 就专门跟踪美国对中国科学家进行迫害的这个具体案例 其中的一个案例呢 就是有一个科学家 他叫陈刚 那么补一刀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就这么说的 说还记得陈刚吗 就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那位知名的华裔教授 在经历了美国司法部持续一年多的间谍调查之后 他在今年的1月被撤销了所有的指控 半年以后陈刚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 不过这一次呢 他是作为一种迄今为止最好的半导体材料发现者之一受到关注的 陈刚作为工程的联合团队 在美国科学杂志发文 公布了有关立方深化棚的研究发现 尽管还处在实验室的阶段 但是呢 这种材料已被业界称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可能找到的最好的材料 跟这个半导体领域突破性发现同样引起美眉兴趣的 是陈刚作为该领域顶级科学家的命运重大转变 在美国芯片研发和制造领域人才稀缺的背景下 陈刚们也就是更多的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处境 会变好吗 麻省理工学院的官方网站 7月下旬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 介绍了一支由麻省理工 休斯顿大学 以及其他多个机构科研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 他们通过实验证明 一种名为立方湿化棚的材料 在导热和导电两个方面 都有比目前业界主力半导体材料硅 有更好的效果 那么根据这篇报道呢 我是想啊 陈刚在被冤枉之后 在1月份解除了对他控告以后呢 那么6、7月份再次的又发布这样的论文啊 那就说明陈刚呢 还继续留在美国 这个让我挺不解的 美国既然是这么危险 陈刚你还待在这儿 还发表这样的论文 你对美国越有用 美国就越会限制你啊 如果你稍稍有一点说 要倾向于中国 比如说我要到中国去探探亲呀什么的 都会让美国非常害怕呀 美国恢复于各种的理由 就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这完全有可能的呀 陈刚还留在美国 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如果哪一天美国对陈刚 又再一次的提出一个限制人身的一个 要蛾子的话 我都不会觉得奇怪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说第三条新闻 第三条新闻呢 特朗普在他的圣诞致词里面呢 提到了 他说呢 在这个非常寒冷 但美丽的圣诞节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知道大家呢 有没有在新闻里面看到 最近这几天呢 就是来自于北极的冷空气 和来自于南方的暖空气啊 就形成了一个气旋 说这个气旋呢 就是一个炸弹气旋 就形成一个暴风雪啊 席卷整个的美国和加拿大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从北方到南方 全都受到影响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从网上呢 看到一些图片 美国那边呢 所发布的那些图片啊 就跟世界末日一样了 因为这种大风啊 就把海里的那些海水 都掀起来 然后倾倒到岸上 他所能倒到的那些地方呢 就形成了厚厚的冰啊 甚至我看到呢 有的那个停车场的入口 那个地方啊 都疯死了 被那兵 简直就跟世界末日一样 我那天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 我妈还非常的担心 说你们那怎么回事啊 安全不安全啊 你不要出门啊 你就跟家里待着啊 千叮宁万嘱咐我 本来我是给他打电话呢 是说关于中国的疫情的情况 我很担心他 我让他别出门 结果他千叮宁万嘱咐我 不要出门 下一条新闻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世界杯 世界的杯呢 本来已经落下了帷幕 对吧 阿根廷呢 得了冠军 法国得了亚军 结果呢 法国人不服气 非得在网上呢 又搞了一个请愿 那天我就说呢 他们已经有21万多人 在网上联名 要求取消法国队和阿根廷队的这个比赛里面三个球 如果这三个球取消的话呢 那就成了法国队赢了 这事出来以后呢 我那天在视频里说的 有的网友呢 就调侃的说 说如果说这个世界杯你踢完了以后 靠请愿就能改变这个比分的话 那以后就不用比了呀 那就在网上请愿不就完了吗 那如果说靠请愿决定输赢的话 那要这样的话 你们谁也别比了 冠军呢 就非中国莫属了 对吧 因为中国人多呀 那么可能关亚军就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来进行争夺了吧 其他国家的人一概都没戏呀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还看到新闻里面说 这个阿根廷啊 他们还回应法国呀 他们也搞一个请愿 他们的请愿呢 说是今天已经有71万人联名了 阿根廷的球迷们都在喊话法国 说我们已经赢了 你们已经输了 停止哭泣好不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这个俄罗斯的 说俄罗斯普京呢 这两天将会签署一个总统令 这个总统令呢 是为了来反击呢 西方以及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这个限价 但是呢 这报道说 现在普京呢 要签署的总统令的内容 现在还都不知道 前两天俄罗斯不是已经公布了 他们会减产吗 我们将会拭目以待 看看这个总统令呢 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 俄罗斯还是挺有办法的 在对付美国方面 俄罗斯好像比中国更有招 是因为他们的人种比较相近 他们的文化比较相近吗 在古代的时候 俄罗斯大帝那会儿 国王或者皇帝时期 他们还通婚来着 对吧 那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乌克兰啊 乌克兰在平安夜的时候 受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疯狂的攻击啊 说发射了有成千上万的燃烧弹 俄罗斯的军队还说呢 这下乌克兰不会冷了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 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说 说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公布了 就从12月26日开始 乌克兰能源系统存在严重的产能缺口 因此呢 基辅市和基辅州 蒂涅伯罗州 彼得罗夫斯克州 扎波罗热州 哈尔科夫州和利沃夫州 实施紧急的停电举措 那乌克兰的国家能源公司表示说呢 目前发电设施和电网的维修工作 仍在进行当中 许多关键设施的恢复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啊 这个泽连斯基啊 他完全就沦为了美国的一个代理人 就是美国的一个傀儡 他丝毫不考虑乌克兰人民的利益 他完全听从美国的指令 美国不让他停 他就不会停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的 他在这里面是有利益的 昨天的视频里面 我跟大家说了 现在他老婆呢 前一阵去巴黎的时候 购物的这件事情 被人接出来 疯狂购物 买的呢 都是一些世界顶级品牌 因为法国 是盛产那些奢侈品的嘛 他就疯狂的买那些奢侈品 这个事情都引起来了 美国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乌克兰这个钱 是多数来自于美国的呀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的了 现在已经是年底了 我看到王毅啊 在环球时报发文 总结了一下呢 中国外交这方面 在过去一年当中的成就 王毅说呢 即将过去的2022年 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而言 都是成前起后的关键一年 放眼世界变革和动荡 两种趋势持续演进 团结与分裂两种取向 相互激大 在新的世界图景中 冲突对抗 遏制脱钩 违背潮流 注定失败 和平发展 合作 共赢 才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2022年的中国外交 迎难而上 勇意前行 在习近平主席的 亲自破话之下 以援手外交为引领 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主线 全方位的开展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做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呢 是援手外交 高潮迭起 刚举目章 总结起来呢 就是一大主场 就是北京冬奥会 两大倡议 就是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 三大访问 就是呢 从9月到12月 习近平主席 开启疫情以来 首个线下高访计 从撒马尔汗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 到巴黎岛 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和曼谷的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的 非正式会议 再到利亚德 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的峰会 中国海湾国家 合作委员会的峰会 习近平主席呢 相继出席了 五场多边的峰会 与40多国的领导人 举行了双边的会晤 铸就了全年 元首外交的三座高峰 然后呢 我就看到啊 台湾的有一些媒体 在讨论 说美国有方方面面的 有一些官员呀 军队的官员呀 还有一些专家呀 他们就说呀 说美国呢 实际上对中国不了解 中国方面呢 我也看到有声音就是说呢 要加强和美国之间的沟通 防止误判 说你跟他沟通 防止误判呀 这是对的 那么美国呢 有一些人说呀 对中国不了解 这这个 我就怀疑 他们是别有用心了 中国说呢 说加强沟通 防止误判 这是对的 但是千万别认为 美国现在 对中国的这种打压 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而产生的误判 这可不是他们的误判 这就是他们的黑心呢 他们的心是黑的 就好像是学校里面的 欺负人的孩子一样 那欺负人的孩子 他去欺负那好孩子哈 并不是他们对着好孩子的一个误判 并不是说呢 他认为这个好孩子不是好孩子 是一个恶孩子 而来欺负他 不是这样的 跟这个好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就是为了要欺负他 美国对中国这个打压 他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的这种上升是必然的 那么他就不愿意让中国上升 他对中国呢 还不是简单的说是仇富 说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这不是的 他就是担心中国他富裕了以后呢 在世界上肯定得有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不是他想要的 而且呢 他在世界上 他失去的影响力越多 他就对中国越仇恨 他说话别人不听了 他把这个账就寄到中国身上 咱们说老实话哈 就是中国强大了以后啊 这也是必然的 中国强大了以后呢 肯定是会抢了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啊 那那些国家呢 他听中国的 他势必就不听美国的呀 这两个是不可能并利的 除非是什么呢 除非就美国就认了 说可以啊 我可以跟你平分秋色 你也可以有影响力 我也可以有影响力 但是呢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一山不容二虎 一山不容二虎 尤其是美国这样的虎 他是不容别人的 所以中国政府呢 可以跟他进行沟通 防止误判 但是呢 绝不能被他骗了 说他对中国的这个打压是误判 一天到晚呢 在争取他 就好像是被欺负的学生呢 在跟那恶霸学生展示他的善良一样 没有用的 在美国的面前呀 所有的人就都太善良 还别说是中国了 包括俄罗斯 俄罗斯以前就以为呢 他也加入北约 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美国不会让他加入北约呀 美国就是要让俄罗斯和欧洲那帮 互相之间斗 然后消耗呀 怎么可能让你俄罗斯和这个欧洲团结在一起呢 这是不可能啊 就包括这个欧洲 他也不愿意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啊 要让英国和欧盟这帮互相之间要进行斗 要让欧盟内部来进行斗 你就算是那小绵羊就像加拿大是这样 为美国的马首是真 他也老来欺负加拿大 你以为你就干当他的小老弟 你就干当他的走狗 你就会免于他对你的欺压吗 不会加拿大就是这样的 他说欺负你他就欺负你啊 他一点他都不考虑你啊 你像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那个输油管线 搞了多少年加拿大投入多少啊 这个拜登说给你否了就给你否了 说叫停就叫停 一点都不考虑加拿大的利益 坏死了这美国 我看现在全世界呀 对美国看的最透的就是朝鲜 朝鲜算是对他看透了 之前的时候呢 朝鲜也没看透这金三胖 那么那个川普那会儿呢 对他一勾这手指头呢 那三胖也相信了他 这一勾啊 就去了新加坡去见他 再一勾又去了越南去见他 再一勾又到了板门店去见他 完了以后怎么样 是不是 我看这金三胖呢 现在他就是铁了心了 这个拜登刚一上台的时候 就联络朝鲜对吧 朝鲜理都不理 包括在联合国的那些人员 按说你派驻联合国 常驻联合国的那些人员 都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 大家都相当于是同事 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吧 但是呢 朝鲜也不理他们 不理你 那么今年的一年 我刚才说了 王毅说呢 中国大国外交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我看朝鲜今年的成就也不小啊 是不是 朝鲜今年一年呢 就没闲着 今天呢 又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报道啊 朝鲜 据韩国的媒体报道 说就是今天啊 26日上午10点25分 发现了多架朝鲜的无人机 到了韩国的上空外 在京基道一带 捕捉到这些朝鲜的无人机 直接到了他的上空 你看那朝鲜今年一年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对吧 核武器核弹头算什么呀 我还有他的载具呢 我有短程的 我有中程的 我有远程的 我可以打到韩国 可以打到日本 可以打到关岛 可以打到夏威夷 我可以打到你美国本土 而且我还是高超音速 对吧 然后他搞了几百架的那个战机来飞 现在年底了哈 又出来这个无人机 无人机到韩国的上空 但是呢 我看韩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啊 朝鲜的无人机到韩国的上空 这不是第一次 五年前2017年的时候 那会儿韩国试图要搞这个萨德基地的时候 朝鲜的无人机 就到了韩国的那个萨德基地呢 上空 到那儿去拍照 拍照完了以后呢 在回去的时候 说是他发动机出现了问题 掉下来了 这马上2022年就结束了呀 朝鲜呢 在这幅画上 又画上了一笔 现在朝鲜的军事呢 好生了得啊 他的武器也很厉害 对吧 现在无人机都厉害了 现在再来说 最后一条新闻 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疫情的 今天呢 中国国家卫健委 又发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推出了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实施以类以管的总体方案 以类以管 什么叫以类以管呢 魏健委以问答的形式 解答了这个总体方案 第一方面就是呢 总体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生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全面加强对防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因时因事 动态优化调整防控措施 不断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经受住了全球疫情的多轮冲击 成功的避免了致病力 枪对较强的原始猪 德尔塔变异猪等 在我国的广泛流行 极大减少了重症和死亡 也为疫苗药物的研发应用 以及医疗等资源的准备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国疫情流行和病王术 保持在全球最低的水平 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 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这是卫健委的一个总结 那么最近呢 我们大家也都在聊这个关于疫情 到底中国这回的这个开放的时机 对还是不对 它的后果严重还是不严重 医疗系统有没有受到挤兑而崩溃 尤其是死人有多少 便衣馆火葬场有没有崩溃 这段时间以来呢 我们有好多的疑问 感觉这些疑问呢 没有得到解答 我们感觉没有解答呢 是因为中国并没有公布这些数字 但是中国有必要公布这些数字吗 没有 那么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哈 世界卫生组织是说 在他的公布数字里面呢 几天以来缺少了中国的数字 当时我就说 那横市按照世卫组织的要求 这都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而且我们按照常识呢 其他的国家 其实他那个数字呢 也是大概起也不全面 竟然是不全面的数据 还有什么意义啊 是不是 竟然不是必须的 那就算了吧 前两天国家卫健委就说呢 不再公布数字了 那疾控中心 他们可以公布一些数字 也是供参考的 因为他不全面 那么关于这个医疗系统 有没有受到挤兑呢 我们根据刚才卫健委的这一段来看呢 很显然是没有 那么中国的死亡 那是不是跟印度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死亡那么多呢 很显然也没有 我早就对这事呢 形成了一个判断 因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有的话呢 真的是八宝山那个尸体的车都排到长安街了 这事啊 BBC一定不会落空的 BBC一定会天天蹲在现场拍那个视频啊 但是事实上没有 没有 那么现在呢 中国有好多的城市呢 他们已经过了这个高峰期了呀 中国现在能把这个病毒等于说 从今天开始出台的总体方案呢 就给他画一个句号 而且这个句号呢 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根据刚才这段话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这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说现在呢 病毒管的那个死人是不是增多了 肯定是增多了 肯定的 但是呢 中国之前的时候公布的那个死亡呢 怎么定义的 已经交代清楚了 中国政府肯定不会像我含眉似的啊 说一遍又一遍 交代清楚的话 说过的的话就不再重复了 好 现在公布什么都不公布 但是呢 我估计疾控中心啊 他们会掌握这些数字 还有统计部门会掌握这个数字 对不对 起码这个国家得知道 我们的人均寿命是多少 对不对 人均寿命怎么来的 人均寿命呢 就是你死了多少人 然后这些死的这些人当中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这是人均寿命啊 为什么说在2020年的时候呢 美国的人均寿命大幅的下降 是因为他死亡的人里面呢 有大量的年轻人 那去年的时候他人均寿命呢 他下降的比前一年就少了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死的人里面年轻人少了 奥密克戎死的人本身就少了 那明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2022年中国的人均寿命是多少 我们大概就能知道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人均寿命 能不能往上提 我估计这一时半会儿啊 未来的几年当中 或者是十年 二十年当中 美国的人均寿命往上提的空间呢 会比较小 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他们的老人呢 死了很多 未来在死亡的人当中呢 年龄大的人会比较少 你就看台湾 他每一天他死的这些哈 主要都是九十多岁的 九十多岁最多 其次是八十多岁 然后七十多岁又少 那这些高龄的这些人都死了 在未来的死亡里面呢 这些人都少了 你想想 他人均寿命 是不是就难以提上去了 好 我们再来接着看啊 总体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第二段说 当前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 新冠病毒变异大方向 是更低致病性 更趋向于上呼吸道感染 和更短的潜伏期 奥密克戎变异株成为全球流行优势毒株 虽然感染人数多 但是致病率较早期明显下降 所致疾病将逐步的演化为一种 常见的呼吸道的传染病 综合考虑病毒的特点 疫情形势 疫苗接种 医疗资源准备和防控经验等因素 我国已经具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仪管的基本条件 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 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 防控工作进入新阶段 我刚才不是说吗 这一阶段就画上一个句号了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句号画的呢 非常的圆满 圆满到什么程度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有一个网友跟我说 大家知道那个徐晓东吗 徐晓东啊 就原来是打拳啊 后来就出了名了呀 然后呢 在网上呢 出视频 我一开始呢 我看过他几次 没法看 因为呢 他满嘴脏话 就是骂人 他就是骂人 就跟个疯狗似的 你知道吗 没法看 哎 结果今天呢 有网友啊 让我看他新做 就昨天晚上刚做的一个视频 哎 这个视频里面就看着呢 他是跟个人似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现在呀 都成了大外宣了 因为好多人就说他是大外宣 为什么说他是大外宣呢 因为他最近就介绍这个北京疫情的情况 他都介绍哪些北京疫情情况啊 前面咱们就不知道哈 第一他就说呀 政府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给每一个人都发了那个大礼包 那个大礼包里面呢 就有普通口罩 N95口罩 还有其他的一些 肯定有试剂盒 还有那个药 啊 这些大礼包 就是说呢 政府的工作呢 对民众的关心呢 是有的 不是说政府不管你啊 这是他的第一个意思啊 第二呢 他是说啊 医疗系统没崩溃 因为他说呢 他是住这个北京市西城区 他们家附近呢 就是宣武医院 他每一天呢 他出门的话呢 他必然会经过这个宣武医院 然后他就说呢 他每次经过宣武医院的时候呢 他都留审一下 他就发现宣武医院呢 一个是发热门诊 一个是发热急诊 他从那走 你就能看到这个发热门诊 他说比如说平安夜的这一天 24号这一天 他又从那走 然后他是看到发热门诊呢 只有两个人跟那好像填表登记 然后呢 这个发热急诊呢 是在里面 他没有进去 他就从外面走 就往里看一眼 发热急诊 那个地方呢 有人 但是人也并不多 就是这段时间 他的观察呢 中国的医疗系统没有崩溃 他可能这段时间以来 他就说这个话哈 有些人就说 他是大外宣 他说什么呀 你们就说我是大外宣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就去西单吃饭 那个大商场啊 去吃饭 那么去的时候呢 他也是 车没这停 然后人是特别多 他就说人是特别的多呀 多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现在的人流就是 最高峰之前 最高峰的时候呢 能达到70% 80% 就是说昨天晚上呢 是平安夜嘛 按照他说的平安夜 按说就是高峰了啊 就是说现在的高峰 是以前的高峰的 百分之七八十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看他啊 哎你说这些话 人家还挺客观的啊 就是因为他客观的 介绍了这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 对中国政府有利 那么这些人就开始说 他就是大外宣了 连他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是个典型的恨国党 之前的很多人 都让他恨不相 现在呢 那些恨国党 说他是大外宣 有些人说 哎呀我们想听实话 你看你是想听实话吗 连恨国党说实话的时候 你们都不听了 是不是 有意思不 那么徐晓东还说了一下 火葬场的事 他说他去问了火葬场内部的人 其实呢 他这个问呢 也不一定是怎么个问 那我还问了呢 对吧 他这个问呢 不一定是怎么个问 然后呢 他问的结果呢 是火葬场的人告诉他 说现在的死人确实是多了 是以前的得四倍 四倍 四倍人挺多的 但是呢 我又觉得这个呢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四倍 你本身你到了冬天以后 流感季 可能死人 就得是之前的两倍了 然后这个疫情呢 他一定是造成死人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都死那么多人 中国怎么可能不死人呢 对不对 他肯定得死人 但是呢 如果说流感季呢 是两倍 然后这疫情呢 又增加两倍的话 我感觉好像没有美国多 而且我们从我们听说的 这个人群里面 现在开始听说了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网友跟我说 他的同学的爸爸 对吧 那现在我就听说 我的网友直接就跟我反应了 二姨父 大姑父 我就听说已经好几例了 就说明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但是貌似好像没有那么多 而且呢 也有网友到那个殡仪馆 帮我去看了 拍了照片回来 还有呢 就是根据BBC 拍的那个照片来看 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你要从这个照片来看 你都看不出来 它是增加了 因为他门口并没有大排长龙 你就看那院里面有车 但是呢 车也不多 也没有满的 查死了 那里头没有 然后人呢 也没有那么多 总之呢 这些东西呢 中国政府认为 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 所以现在就调整了 以泪以管 然后这个疫情的这个名字呢 也改了 卫健委说呢 总体方案中为何将新冠肺炎 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出于哪些考虑 就原来呢 叫新冠肺炎现在改成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这个好像大家不必知道 它为什么改 怎么改都行 然后呢 是总体方案对以泪以管实施的时间进度 安排是什么 如何平稳有序的过渡 实施以泪以管后的工作目标 将做怎样的调整 对吧 这个我们想知道吧 然后他说呢 总体方案明确指出 2023年1月8日起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以泪以管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 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 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 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 就是由防改成治了 防这块这些呢 都不管了 都不做了 就是治这块呢 收治的时候要进行分类 然后说呢 检测策略调整为院检进检 你愿意检就给你检 不愿意检的呢 也不去强迫你 说调整疫情信息发布的频次和内容 依据国境卫生检疫法 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 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就是说你入境呢 就随便了 不再隔离了 哎这挺好的 这个我们可以回国了 但是呢 一时半会儿 我还不想回去 我想看看国内稳定稳定 第四个问题是 一类医管以后 主要有哪些应对的措施 说一是进一步提高老年人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率 在重症高风险人群当中 推动开展第二剂次的加强免疫接种 第二是呢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 相关药品和检测试剂准备 满足患者用药和检测需求 三是加大医疗资源建设投入 重点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的准备 四是调整检测策略 社区居民根据需要院检进检 不再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五是根据疫情严重的程度 分级分类救治患者 六是做好社区重点人群健康调查和分级服务 摸青辖区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 合并相关基础疾病和疫苗接种情况 提供分类分级的健康服务 七是强化养老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 医院学校学前教育机构 大型企业等重点机构的防控 严防场所内聚集性的疫情风险 八是加强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 为农村老年人 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类 提供就医保障 九是强化疫情监测于应对 研判疫情发展的态势 依法动态采取适当的限制聚集性活动 和人员流动等措施压制 疫情高峰 就是说有必要的话呢 还会进行一些风控 所以你以后如果见到风控的话呢 你不要相信谣言说 哎呀中国现在又变了 又要收紧了 又要风控了 不要相信这些啊 这都是这个总体方案里面的 这是第九条 第十条是倡导坚持个人防护措施 落实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十一是做好信息公布和宣传教育 全面客观的宣传解读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仪管的目标和科学依据 第十二类是优化中外人员的往来管理 来华人员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 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 取消五个一及客座率限制等 国际航运航班数量的管控措施 就是来华人员在行前48小时要进行核酸检测 其他的就不要求了 他这里面呢就是做好信息公布 就是不像你公布的那些信息啊 就是你没有必要知道 你知道也没用 没用的信息就不公布了 公布完了以后呢 让西方的那些海外势力呢 还进行这个炒作 说三道四 我就不告诉你 然后第五呢就是对进一步推动老年人疫苗的这事 第六是对疫苗选择和时间间隔有什么要求 反正总之呢 他这个是面面俱道了 一共有16个问题进行解答 挺全面的 我在这呢就不给大家读了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 你可以在网上查国家卫健委的那个官方网站呢有 你不要去看什么法轮功啊 什么的美国之音呢 他们的关于这个的报道和解读 不要看他的 你就去看官方的 像这样的消息 你就去看官方的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